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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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畫面當面的解釋 大家可以發現第二Part的時候 海產就不見了 然後我們今天終於請到了 代替主持人 大家好 我是水豐 耶 馬上就在代替 然後大家有沒有覺得 這樣畫面好看很多 有 我跟你講 有沒有覺得 沒有任務 走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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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不過希望有機會可以來代班好不好 那這樣子那個 你好快就回來了 不是我們這邊通告會很低喔 這個位置在那邊坐熱就差點被坐走了 你願意了吧 謝謝 Danny 謝謝 好緊張喔 剛剛美夢成真 大概兩秒鐘 這個開頭爽嗎 爽啊 超爽的 謝謝 你也是很真誠 有點受傷 你再問我一次 這個開頭爽 爽啊 超爽的 你不要那麼扮花枝好不好 莫名其妙 覺得心情很好 我覺得心情好差喔 這邊怎麼會有人說 你是賣卡貝的史蒂芬史批博啊 不是我這是 史蒂芬柯里 瞎講 不是我看 寫中文你看不懂 史蒂芬史批博 因為其實我也蠻愛打籃球的 我會去心聲敲架打 可是你摸得到嗎 我墊到板 什麼 我就是墊板 你踩高敲去是不是 其實我蠻會跳的耶 我跳蠻高的 真的嗎 你不懂籃球對不對 其實男生打籃球的時候會很帥 吳中文剛說他也會打籃球耶 吳中文也會打籃球 很多人都直接用講的啊 你現在是嗆他用講的 我覺得他用講的 他還在外面耶 像小哈 海產嗆你 聖誕好友 海產剛剛又加人家Facebook 他就是這樣啊 我們交朋友交朋友 很多人都自稱自己會打籃球 但是不一定 像小哈 他笑人哥 他也不打籃球 等一下你是在說他不會打籃球 他會打啦 只是他發現 接通告比較好轉 哈哈哈哈 接通告比較好轉 你現在這樣嗆到很多人喔 但我們今天 我們現在這一炮來賓是 一定會打 厲害的 又唱得好 然後又打籃球打得好 好會 身材得好 來介紹一下我們今天的大來賓 嗨 大家好 鄭浩玄的歌壇新人 鄭浩玄成是SBL台銀隊的球員 控球後衛背號59號 歌聲跟球技一樣迷人 首張專輯第二夢想 希望有一天他 你也有勇氣去實踐你的第二夢想 嗨 大家好 我是鄭浩玄 對 然後這個是 謝謝謝謝 我的專輯 然後這個是我的師兄 龍忠豪 喔龍忠豪 等一下我剛剛 我剛剛直接看到屁股 我一眼就看到屁股 我想說怎麼會有來賓 一來就把自己的屁股奉上 所以原來是師兄 原來是師兄 有有有 師兄我遇到 那個時候也是師兄來宣傳的時候 然後又是我們要在 其實蠻糗的 因為他是歌手 但是因為我木耳 我們在猜說哪一個是歌手 然後我就 因為他是3號 那時候我印象很深 我就指3號說 這個絕對不會是歌手啦 歌手還是龍忠豪傻眼 但是我也為了他 因為整集我在那邊深刻洋蔥 因為我被懲罰 欸我沒有辦法組織下去 為什麼 你確定你在現在看嗎 你現在看 等一下 這本真的很好看 對 然後這張專輯第二夢想 第二夢想 支持一下好不好 這樣好聽的專輯 欸這個 講到這個 你為什麼今天會帶這本來啊 因為師兄 師兄規定的啊 師兄規定要帶來的是不是 帶來就是宣傳 帶來宣傳 那帶來宣傳應該讓大家看一下 好你翻一頁最可以看 你知道 這個很屌欸 怎麼會有這種畫面 這個蠻酷的 很健康啊 很肚喔 然後接下來再往後翻 就是 這個屁股蛋欸 這個屁股喔 好你不要再給大家看 為什麼男生都沒什麼反應欸 因為不是啊 就是要我們 等一下我們有反應很快 不是啊 你要我們有什麼反應嗎 真的 你不要說我們 你跟攝影師臉臭臭的 哈哈哈哈 七小八又不在 七小八會很快樂 而且 可是為什麼會有這種曲情啊 這根本是意圖讓女生崩潰 那是他 裝好他的一整天生活的 喔 就有包括他胸肌的部分 好啦 所以今天我們這個 我們這個顯身體算是有宣傳到 就是如果有任何女孩子想要看 我跟你講就是你 肉體的話 你如果買這本書 就是沒辦法靜下心的話 配這樣好聽的專輯 一定就可以靜下來了 最舒服的搭配 師兄配師弟 蹦出好滋味 一邊聽 一邊看寫真 真的 那這樣一天會過得很棒耶 我跟妳講 你會腳軟 我跟妳講 我倒是不治 你為什麼攝影師笑成這樣 我現在就不知道 這是什麼男生的點嗎 沒有沒有就是 你知道他剛剛是整個碰碰一聲 你剛剛有沒有聽到他那個聲音 所以是掉下的聲音 不是腳軟 因為我們可能會去打籃球 我們打籃球 鐵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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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是邊看寫真邊聽專輯邊打籃球 那邊打籃球邊打籃球 我們問一下就是 曾經是SBL的球員 怎麼會先轉型唱歌 然後發專輯 因為我那時候還在打球的時候 其實很碰巧 我那時候 我現在的經紀人 就是我那時候的教練 對 對 然後那時候 因為我那時候隊長 他想說要幫我拍一個影片 唱個影片 給他的女朋友看 然後就 我就 我也沒想到 我就唱了 就拍了 然後隔天就看到這個影片 在Facebook上面 被大家分享 然後就開始 然後 所以會唱得球員 還好 對啊 然後我家裡也有把影片 給我經紀人看 然後他就是看了之後 就有來找我 聊一聊要不要去唱歌 對 然後其實我小時候也是 很喜歡唱歌 對 除了打籃球以外 這有點類似你的 第二夢想的感覺嗎 對 沒錯 然後後來我想說 就是打籃球 我也算是完成了 我的第一個夢想 因為SBL算是 台灣 一個里程碑啊 最高的了 對 就是 連我其實不看籃球比賽 我從小就知道這個 對對對 所以我就想說 有這個機會去唱歌 我幹嘛不去 試試看 對 因為其實人生只有一次很多夢想 你要是 錯過了 而且像唱歌這件事情 可能就是 你可能錯過那個年紀 就比較沒有那個機會 對啊 可是其實這個算是很大的抉擇 因為打了算幾十年的球 其實因為進到SBL 其實不是這麼容易了 可是你突然說 有一個跑道可以讓你選擇 可是你怎麼會就是 要什麼精力怎麼調適 才能說好 我要放下這個 我就去追另外一個夢 其實我考慮了一年吧 一年 那當下有跟很多人討論跟商量嗎 耶 其實沒有 只有跟家人講過而已 然後因為其實那一年 那個賽季開始的時候 要打三十場比賽 然後我剛好很隨的第一場 就大牛斷了三條刃帶 對 然後就三十場 二十九場都沒有打 然後就一直在復健 當下會不會有一種感覺 是命運剛好推著你 就往你想要走的道路上 去試試看的感覺 也是有 我覺得真的是 有一點註定吧 命中註定吧 對 然後我想說 就是這段時間 雖然要打的話還是可以再打 因為我如果復健好的話 明年還是可以再打 可是我就想說 這個機會真的很難得 試試看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有這個機會 這麼幸運 對 如果等我打完球的話 可能再去唱歌 可能就沒有機會 但我們也沒有機會 在這個節目上看到你了 對 好想跟你出外景單挑喔 可以啊 不好意思 這要被砍電嗎 你有去新生橋底下打籃球嗎 我很少去外面打球 可是有人找我去打 我還是不去 可是應該都很 你就可以電別人吧 也沒有啦 欸 我很好奇 因為你是職業球員 如果像歌手出去的話 有時候大家會說 我不要在你面前唱歌 可是男生跟你出去打球的話 他們會這樣嗎 不會啊 不會啊 男生這樣比較好欸 他們還是很認真打 真的喔 然後會在你面前 就是不敢比較 就是不敢秀一些球技 或是別的嗎 也不會 他們會 我覺得他們每個都是 來真的 很有自信 真的 這樣才好玩 那我考你一個 我自己私自想考的 你知道這雙鞋子是GD的 還是誰的 什麼東西 這雙鞋 如果是自稱就是很 就是打籃球的話 我可以跟你講提示 第一個是GDragon 第二個是Pippen 你想表達 這兩個二選 你覺得是哪一個 Pippen 對對對喔好厲害 真的是打籃球 可是你剛剛講GDragon 怎麼跟GDragon屁事喔 因為這雙鞋是後來 因為其實早期打籃球 以前在看別人 最像是Pippen 那時候很經典的一雙鞋 然後後來是GD穿過了 然後小朋友都以為是GD穿的 喔所以大家就是會 跟隨著這個風潮去走 以前忘記是公流隊的Pippen穿的 不過這樣其實 我還是籃球員欸 馬上都知道了 你剛剛在那邊給人家陷阱跳 好我們都不管了 因為其實今天也是為了專輯來在這邊 你這是這個專輯 因為我們就是 我們知道你是運動員 可是我們會很好奇你的專輯裡面 會是什麼樣的曲線 對啊曲風 我的這張專輯曲風其實 大部分都還是抒情歌為主 抒情歌 抒情歌 抒情歌比較溫暖的守候那種 也是有一些比較 動感的熱情 比較運動風 比較勵志那種歌 我覺得他唱運動風的歌曲 一定非常的激勵人心 好適合喔 就是有像運球的畫面 然後唱啊 而且其實你知道當下以前 在比賽的那個熱血跟感受 全部都在你的身體裡面 對 所以就是我們可不可以聽一下 你這次的主打歌 聽說是瓊斯杯的主題曲對不對 對 是今年SBL決賽 還有瓊斯杯 還有兩岸海峽杯 邀情賽的主題曲 我覺得你是奧運的中華隊加油 你是唱這首歌最適合的人 沒有其他人比你更適合這首歌 欸我想問你一個問題 如果等一下你在唱這首歌的時候 還想在旁邊Beatbox 你OK嗎 OK啊 講到Beatbox 上次瓊斯杯的時候 我們弄一個Beatbox的版本 真的假的 對 我們弄一個Beatbox的版本 就是找了三個台灣的Beatbox 還是我們可不可以先玩玩看 好我們來玩玩看 怎麼樣你會嗎 Beatbox來一點 我唱你Beatbox 好不然我們先試一段這個 我們等一下再來正式唱這個 好需要什麼節奏 需要什麼節奏 應該我直接唱 我直接唱 好你直接唱我跟著你 好 Beatbox Beatbox放我的音樂 不是 老師 老師 Excuse me 我們老師很愛這首歌 我們老師很淘氣 對他很淘氣 他很淘氣 好 那我直接來一段 好 明天 我決定再一次法國閃耀 WOW 染上 我相信命運由自己主導 WOW SOUL 差不多 因為我們沒有聽過 我們現在再讓你做一個帥氣的結尾 好 讓你做一個帥氣的 不是做 OK吧 我們讓浩全正式帶來這首歌 再次想要送給你們 你想要怎麼唱都可以 站著也可以 OK 我站著唱 你要掛在那邊唱也可以 一邊一邊唱也可以 Oh 偶像雳凍夏天 超声 雷动 陌云飘向鹝毛في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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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毯毅 虚空 究竟我犯了什么错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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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镜子里沉默瞳孔 这一辈子都好不了的伤口 看见毁灭火宇宙 喔 喔 喔 永远的敌人是我 这次紧握全脱绝对松开手 战到最后 明天 我决定再一次发光闪耀 喔 燃烧 我相信命运由自己主导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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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埋伐 冲动 少得像遥远星火 喔 喔 喔 不善 不躲 不能再失去自我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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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唤醒我沉睡醒魔 就一堆一胆跳我失落惶恐 我看见老婆宇宙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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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的敌人是我 这次紧握全都绝对松开手 战到最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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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發光閃耀 燃燒 我相信命運由自己主導 那天 我決定再一次發光閃耀 燃燒 我相信命運由自己主導 謝謝 熱血 好熱血 好想灌籃喔 好想打球喔 可是我灌不到啦 但我打的是羽毛球 聽完真的很熱血那種很讚 好棒喔 這首歌的那個詞 詞是誰寫的你知道嗎 還在想 口音渴 剛唱完口音渴 運動員要補充水分很合理 我覺得這個歌詞還有就是真的很適合 真的很適合在賽場上的感覺 很熱血 其實那時候寫詞有跟老師有聊過 其實以我那時候 復健 受傷復健的那裡都很親近寫的 這樣子很棒 而且其實就是讓人在聽的時候 就可以想像在場上那種熱血費 他開頭的那個編曲那種戰舞那種感覺 會很激勵團隊的意思 好棒喔 你那去運動員聽到這首歌 應該都會很激昂 而且這首歌的MV 我們是找就是SBL各隊一個球員 好棒喔 然後拍攝這樣 有一種連載感覺 就像那個電競選手我們比賽 就是演那個片頭 也是找媒隊各一個選手來拍那個 就是感覺就是 你在喜歡的人看到 真的會覺得很熱情 真的 那怎麼就是媒隊的選到這個 要怎麼選啊 要媒隊的MVP 也不用欸 就是他們球隊自己挑 有球隊自己挑 對 你知道我知道有一個隊伍 就是LMS 就是英雄聯盟電競聯賽 他們也是每一隊要選一個人出來 然後其中有一個隊伍 是我朋友他們隊伍 他們就選一個人出來 我說你為什麼選他 他說 因為他長得比較帥 比較推得出來就對了 我們也是有考慮顏值不分 因為他也不是打得最好 也不是人氣最高說 因為他長得最帥 就推出去 顏值也很重要對不對 這個意思就是 就是之前台北的那個冰箱跟小哈 但是因為比起來 小哈比較可愛 對小哈的那個意思 這樣子那個意思就對了 你這樣過有沒有 可是我們剛剛就很 你這樣現場其實唱得很棒 謝謝謝謝 你之前有苦練 你有為了就是這件事情 你有去特地練過 唱歌這件事嗎 就是沒打球之後 公司有安排一些 唱歌的課 發聲課還有聲音表情 對我覺得比較 我覺得是 我是製作人吧 然後在錄唱片那段時間 就是我覺得製作人幫我還蠻多的 對就是他覺得我 從剛進去開始錄到 最後的時候他就覺得有 很大的成長 對對對 看著你長大的 這樣很棒啊 可是這樣我有點好奇 對你來講 打球比較難還是唱歌 我覺得都很難 就不一樣的方向對不對 不一樣的方向 那哪一個東西 兩者你都覺得 現在我是覺得唱歌比較難 真的嗎 對 因為打球對他來講 他已經是職業選手 可是唱歌不是一開始最 因為我之前聽那個九一楊童 他們最近在集訓 他們說最難的就是 他們要去跑步 最難的是跑步 他根本說九一 對對你們來說 跑步根本就輕而易舉吧 他沒有肺活量的問題啊 對你們沒有肺活量這個問題 對不對 不然我們等一下來比這個 拉音場 好啊 我們現在看這個 變動場上 我想知道運動員會被活量 我們可以有一個 黃金傳說音樂嗎 黃金傳說音樂 我們就一段好了 我們就一段彈一段 然後我們就拉尾音 我們小時候不是都有那什麼 一朵小花 誰可以幫我們記秒數啊 我知道我的未來不是夢 好爛喔 而且有一朵小花 一朵小花不會彈 那你要什麼歌 什麼歌我們來拉我們就拉 哥哥媽媽真會打 好好 你會彈嗎 不會 好 還是我知道我是一隻小小鳥 這樣 我是一隻小小小小小鳥 我 我 我是 你可不可以不要這樣 我是一隻 我 我是 我是 好我先 等一下 計時 我 我是 好難喔 我 我 我是 等一下我們工作人員幫我們計時 好我要開始囉 走預備預備 來 我是 一隻小小小小小鳥 幾秒幾秒 有啊 八秒 哈哈哈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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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點點 好 我的台語應該比歌更好吧 有有有 我會聽一點不會講 好 很少遇到這種人 比我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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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好 我是一隻小小小小小鳥 好 太好 好 好 幾秒 20秒 我 好 我有50秒太長了吧 好 好 來來來來 最厲害的來 掩過二次秒 我跟你講 後懸夠 喝這口氣啊 就是斷氣也要跟他掩 好帥喔 好帥喔 等一下 等一下 87秒 太吵了啦 他根本兩個肺嘛 他為什麼才8秒而已啊 他是你的三倍 對啊 好扯喔 好帥喔 而且他剛剛在唱那個小小鳥 之前沒有換氣耶 對啊 他如果有換一下一定更強 真不愧是 籃球員就是兩個肺 平常體能訓練做得很足啦 好帥喔 你看看一拉長音 他在我心裡那個帥的檔次突然 砰砰砰砰砰 對啊 好猛 你知道女生是很簡單的 我想夠長你就喜歡對不對 陰 我愛情拿先生泡一次 就是這個人 你為什麼笑了 球員就會懂我的幽默 因為一群男生 陰我 因為一群男生就會喜歡那種陰夠長 聲陰夠長 人家說職場性騷擾呢 簡單的來講就是在你職場上 有同事要是語出不遜 語出驚人喔 說一些讓女性感到不舒適的話語的時候 你不用給大家解釋 這樣就要造成了職場性騷擾 所以如果各位女性朋友 你們要是有需要 但又不知道該往哪裡尋求協助的話 你們可以搜尋各個大學 只要有法律系的系所 基本上都會有法律輔助社 會幫助你提告對不對 大家只要答給法律輔助社 他們就會有專人來幫助你對他提告喔 好帥喔 你感覺上告人耶 不知道為什麼 哇 好厲害 你知道跟這種下流的人當搭檔 就是這種 法律概念隨時要 保護自己 保護自己 我幹嘛這樣子啊 不是啦 那邊說 辛龍是你的歌唱老師喔 辛龍老師 第一個 算吧 那他一個很好笑對不對 我覺得 那他有教你講笑話嗎 沒有 我都聽他講得多 可是我有一個疑問 因為大家對辛龍老師的印象 其實他就一直模仿 他就叫你模仿嗎 沒有沒有 他沒有講模仿 那他有教你 怎麼娶到這麼漂亮的老婆嗎 沒有耶 忘記問他了 對 好可惜喔 真的 其實我那時候 就是 還沒有 要準備唱片之前 然後其實有錄一些demo 然後就是那時候 剛好有遇到辛龍老師 然後就是跟公司有些合作吧 然後他就 他就順便教我們唱一次 唱歌 那你遇到他的時候 你會偶爾希望想要看 有劉真有沒有在那裡嗎 有 我每次都沒有看到 是老師耶 都在期待對不對 在想在哪裡 要想要看一下本人 只是都沒有看到 都沒有看到 沒關係 你在這裡看到海產啊 也不錯 沒有辦法相處理 他剛剛唱不在那邊 他剛剛唱不在那邊 也不錯 我懂男生啦 算了啦 我不care OK啦 我知道你要的是什麼 你為什麼 那他要什麼 B-Box嗎 他B-Box 一定的啊 他這麼有才華 你本身有練嗎 我沒有 真的啊 可是你是喜歡 我喜歡 那你喜歡饒舌嗎 饒舌我會聽 那你喜歡鼠萊寶嗎 鼠萊寶也蠻好玩的啊 你知道 身為一個多才多藝的歌手 既是籃球員 又是歌手 氣又那麼長 氣又長 然後又喜歡B-Box 所以呢 我們一定要給你一個挑戰 這個很厲害 運動員就是要有 不服輸的精神 什麼都要做 音樂來你就急性饒舌 把你不管你的心情啊 你來這邊的感覺怎麼樣 你把它唱出來 喔 唱出來 就是你剛剛在外面聽到的那個 很難吧很難吧 你知道而且其實 這個超難的 你真的不要擔心 就是沒有羞恥心 你想到什麼就講出來 沒有押韻也沒有關係 因為開水從來沒有押韻過 對 偶爾會就是 偶爾會中啦 那就是一個態度 一個guts 你知道一個態度 哪像海產每天都要 我仙在旁邊準備 然後上去看好運動 很煩耶 他不是說我仙 然後海產就在旁邊想 然後在旁邊想運動 然後他就一波很帥的這樣出來 然後觀眾就說海產好厲害 我想說 一邊看觀眾留言被翻譯說 那不是我仙他有辦法這樣 嗆我 很煩耶 好 那麼你先 這個這個就讓你先好不好 好 你不要害怕 你先然後開始第二個再換我 OK 你不要 沒有 我第二個我也是不會壓 我也是不會壓 我沒有硬腳 老師音樂好不好 可以拿麥克風 可以拿麥克風 可以拿麥克風嗎 我現在覺得好丟臉 今天變得開心 來到這邊 看到海產跟白開水 我真的非常興奮 耶 耶 有一點緊張 不知道該出什麼 莫名其妙他的屬萊寶 不是饒神 有一種屬於自己特殊的Flow 大概是因為他講話的音調 跟他唱歌的語調有一點點像 反而非常順暢 我們都到這裡了 海產你也想得夠久了 要不要來開始來段 讓觀眾說 海產好厲害 介紹一張好聽的專輯叫做第二夢想 聽到這首歌你們保證心裡都會癢 心動狂想曲 讓你們找到更好的自己 再次閃耀這隻最高的飛鳥 過度效益 讓我勇敢去愛你們都不要怕 因為海產我在 耶 帥吧 帥吧 帥慘了 各位觀眾 我要告訴你們一件事情 剛剛前面的節目我就想說 海產到底在寫什麼 原來海產的備忘錄裡面 已經寫好了很多歌詞 他從節目開始就在準備這裡講到第二夢想 聽到心裡揮揚 心動狂想曲 更好的刺激 噢 他這一段已經準備了將近半個小時 我剛剛前面還以為他在做什麼計算 你知道 搞了半天原來是這樣子 噢 海產你真的好慘 我剛剛一直在想因為 老師有沒有看你 好累喔 好糗喔 你不要看 剛剛你在唱第一首歌的時候 你看你看 我在做紀錄 你剛剛在唱第二夢想的歌 你知道 我剛剛其實我有點失禮 因為你在唱第一首的時候 其實我沒有在聽 因為我看後面有一段 我要想辦法把你專輯的每一首歌 都唱到老師的裡面 所以我剛剛一直在想說 那到底要寫什麼好 然後我剛剛其實很沒有在注意聽 因為我在等這一趴你知道 不是啊 然後又被看起來看到很煩 你看看 你記得這個是什麼嗎 你是煩日啊 可是我剛剛真的蠻屌的 我把所有的 剛剛其實大家不知道 因為我剛剛把所有的歌 像再次閃耀啊 我剛剛說什麼 心動方向曲 讓你找到更好的自己 再次閃耀一隻更高的飛鳥 因為有時候第一首歌叫 再次閃耀 然後第一首歌叫做飛鳥 然後不要擔心 勇敢去愛 因為第三 就是第三首 不要擔心 因為海產我在 第四首 好用心喔 一直在幫我打歌打完 海產其實很用心 只是常會蠟殘 就是常常這種用心 剛剛做到那種完美無翔 然後閃耀在大家面前 咖啡都會例如說 進度到30% 或是進度到40% 好勒 但是這個其實蠻好玩的 蠻好玩的 你的歌詞自己可以這樣去 自己去推銷自己的 我覺得這蠻酷的 我剛剛認真想一下 而且他剛剛真的有自己的flow 對啊 你剛剛真的有自己的flow 其實蠻像勒 就是很順暢 你要不要試試看唱饒生 下一張唱饒生 下一張唱饒生 就我覺得你是有潛力 可以辦到這件事 那我也幫你寫詞 真的嗎 但你要給他 可是需要給我很長的時間準備 對不對 第二段我還沒準備 你們不要這樣子好不好 好 拍下來 拍下來 It's your show time Go Go 好了沒 Let's go 聽到這張專輯 我們第二夢想 聽完這首歌 我們心裡會一樣 再次閃耀 一直飛鳥 心動狂羊曲 找到更好的自己 勇敢去愛 不要擔心我再 安靜情歌 顧小櫻 最好聽就是你 完了完了 又發現了 你剛剛是不是被逼到絕境 你剛剛直接把每一首歌名 穿在一起 你需要給我準備 你現在 你如果現在還要玩這個 我現在先寫一下 好累喔 我們讓你有時間準備啊 不然我們 怎麼又呈現這個音樂啊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時間 我看一下 我們可以唱歌了吧 可以啊 好不然 我們就讓他認真唱歌 對啊 你居然有歌可以請到 Vivian專屬名模耶 八目啊 八目啊 Lisa 來拍MV 好好喔 我長大也想要請GJ 超害羞的 因為他本人真的很可愛 那有什麼親密的接觸嗎 沒有耶 那你有要Facebook嗎 有牽手而已 牽手而已 你快看他 你快沾染這樣 那你牽手 你有回去炫耀嗎 就是跟你的那些球員朋友啊 沒有耶 不可能我不相信 因為其實在男生 都是男生裡面 你牽到一個女生的手 欸我跟你講我今天 欸他們是 他們是籃球員耶 喔真的喔 女生看到他們都暈倒 哪需要炫耀啊 也對啦 好啦海棠加油喔 將來就是要喜歡女生 你真的要勇敢 好我會勇敢 就有個勇敢 勇敢去愛 讚好人啊 誰來告訴我怎麼辦 如何把我的淚灰搖回來 然後再努力整定 裝潇洒來保證自然 突然醒過來 熱了手不思亂想讓自己找麻煩 答案 答案其實很簡單 去愛 勇敢去愛 不要再等待 沒事別亂猜 好運不平白掉下來 去愛 去愛 你就去愛 你就去愛 糊塗賣來亂 跟時間比賽 跟時間比賽 永遠都不能找理由 發呆 愛 現在該怎麼辦 望著你我的心線也不開 只剩下空轉的腦袋 呼吸心跳停下來 無法動態 醒來告訴我怎麼辦 符合把我的淚灰搖回來 然後再努力整定 裝潇洒來保證自然 突然醒過來 突然醒過來 熱了手不思亂想讓自己找麻煩 答案其實很簡單 去愛 勇敢去愛 不要再等待 沒事別亂猜 好運不平白掉下來 去愛 你就去愛 糊塗賣來亂 跟時間比賽 永遠都不能找理由 發呆 去愛 去愛 勇敢去愛 不要再等待 沒事別亂猜 好運不平白掉下來 去愛 去愛 你就去愛 糊塗賣來亂 跟時間比賽 永遠都不能找理由 發呆 謝謝 好棒喔 應該是最輕容放電 其實蠻可愛的 這是一個大南海勇敢去愛 很陽光 超級可愛的 那這樣子 你們MV裡牽手應該也是挺可愛的 蠻可愛的 可是 我後來想一想 通常啊 曼哥的MV才會有比較多激情的戲 對啊 這種快歌就比較可愛 就整個都是牽牽手 整軟圈 聽一下而已 沒辦法聽太久這樣 也沒有聽 你下一張專輯就可以接近說 你要拍那種撕裂心腸的慢歌 OK 然後你就可以滾床單了 就大家夢想都是滾床單 沒有 那個歌手還有歌手 還有唱歌就好了 而且就是充滿那個陽光的氣息 但我們不相信 就是因為其實 我們知道那個就是 球隊是一個充滿男性的地方 然後通常那個 男性聚集的地方 就充滿屎尿屁跟辛山色 所以我們今天呢 要來措手不及地公布他的心房 我們要進行一分鐘的快問快答 快問快答 我問你就回答 不要想 準備好了嗎 你準備好我們就開始 好了嗎 好 第一題 3 2 1 SBLO規定進攻時間是幾秒 24秒 開水小姐跟波多野吉一道的水底 你會先救誰 都救 看什麼系列的A片 沒有 騙子 喜歡歐美還是日本 系的A片 沒有 騙子 跟球隊一起看過A片嗎 沒有 騙子 騙子 床頭櫃放哪三樣東西 手機 鬧鐘 還有 保衛套 衛天使 出電器 騙子 騙子 最近聽過最感動的一句話是什麼 最感動的一句話 沒有 沒有 哇 NBA史上最強的亞軍是誰 最強的亞軍 對 好 不知道 那卡貝最帥的主持人是誰 海產 對 騙子 如果你的案件你怎麼辦 謝謝 謝謝 如果你要帶一樣東西去荒島過日子 你會帶A片還是三級片 都不會 騙人 那你帶什麼 衛生紙 食物吧 沒有食物可以帶 好愛形象 叮叮 他剛剛 說出了男人史上最大的謊言 他不看A片 不可能 因為我之前也有跟我這個 因為我之前就是高中的時候有HBL的 他們就是隊伍 有跟他玩這個遊戲 我們說你最喜歡看的是什麼 A片 然後最喜歡吃什麼 A片 他什麼都回答A片而已 他已經想不到了 最喜歡什麼東西 最喜歡上什麼科 A片 A片 大便的時候拍的閱讀是什麼 A片 對 所以你在顧形象 沒有跟我們聊到真的 緊張嗎 在這裡 覺得壓臉很大 真的嗎 還是我們再問一次 你會說出實話嗎 還是一樣吧 他剛剛考慮了一下 最強 最強的亞軍是誰 是勇士隊啊 因為他7309 他的戰績突破7210 可是他們沒有拿到冠軍 對 是不是 那7210是誰 7210 是Nokia的某一個型號 72勝失敗 公牛嗎 對對對 果然是球員 你為什麼考慮到這種問題 因為我想要好奇 就是球員會不會喜歡就是 閱讀歷史 球隊應該有要上這個課嗎 沒有耶 沒有那我自己愛 他們應該就是專研如何把球打 你球打得不好 投得進就好了對不對 誰管以前的老鄉戰金 球打得不好的人才會去專研歷史啊 例如說 他以為我投不到 剛剛有人說你騙人 他說賣咖啡最帥的主持人是鳥屎 好吧 好吧 我覺得是邰哥 那大家沒話講 對 我覺得是邰哥 連攝影師 邰哥我偷你一下 邰哥 大家都不敢講話 超級 我們問你帥的啦 你平常喜歡什麼歌手的歌 問你帥的 林俊傑 林志炫 陳怡俊 王力宏 你都喜歡那種非常抒情 其實我們剛剛有發現 感覺很濃烈的那種歌手 我剛剛有發現其實你的聲音很抒情 對我自己也比較喜歡唱 而且你唱抒情歌的時候 其實你整個就是那個 各種氣息的運用其實都用得更好更順暢 謝謝 老師教導 你說 辛龍在教你講笑話的時候 順便教你 就戀愛的感覺 這樣子才可以追到漂亮的女朋友 對 可是他那時候 我那時候唱的都是唱比較悲的啦 比較悲的 他一直搞笑 那時候我真的聽不太懂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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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他講的東西我聽不太懂 那時候他講的東西我聽不太懂 那時候對我來說那個太深了 還不懂 那時候對我來說那個太深了 那現在你應該漸漸的會越來越殘透 稍微有比較好 你有講到你喜歡的歌頭是林俊傑 林俊傑 你知道我們剛剛上一part 我們也唱了林俊傑的歌 有嗎 有啊 林俊傑就是一個無敵四和弦 然後可以唱出很多千奇法 就是百怪神奇的旋律的一個厲害的歌手 神曲神曲 因為我們帶來林俊傑好聽的歌曲 修煉愛情 好啊 修煉愛情 好喔 你可以任何方式你好唱 你需要歌詞 歌詞 我趕快伸給你 所以我需要歌詞 有有有有 所以我拿著唱嗎 好你可以 還是你要放在這裡唱一首 可以 雙眼淚到心臟 我會不會說謊別跟它為難 我們兩人之間不需要這樣 我想 修煉愛情的心酸 学会放好以前的渴望 我们那些信仰要忘记多难 远距离的欣赏 近距离的迷惘 谁说太阳会找到月亮 别人有的爱 我们不可能模仿 修炼爱情的悲欢 我们这些努力不简单 快乐连成泪水始终勇敢 几年前的幻想 几年后的元朗 为一张脸去仰依身上 别将想念我 我会受不了这样 吉他真嚣张 路灯把头点亮 情人一起看过多少次月亮 他在天空看过多少次月亮 多少心慌 修炼爱情的心酸 学会放好以前的渴望 我们那些信仰要忘记多难 远距离的欣赏 近距离的迷惘 谁说太阳会找到月亮 别人有的爱 我们不可能模仿 修炼爱情的悲欢 我们这些努力不简单 快乐连成泪水始终勇敢 几年前的幻想 几年前的幻想 几年后的月亮 为一张脸去仰依身上 别将想念我 我会受不了这样 笑着说爱让人疯狂 哭着说爱让人紧张 忘不了那个人就投降 修炼爱情的悲欢 我们这些努力不简单 快乐连成泪水始终勇敢 几年前的幻想 几年后的月亮 为一张脸去仰依身上 别将想念我 我会受不了 这样 几年前的幻想 几年后的月亮 为一张脸去仰依身上 别将想念我 我会受不了 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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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的味道 自己的态度 很适合你耶 你这张专辑里面有这种曲风吗 这张专辑 几阳的爱 有 有类似的曲风 有类似的 那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期待 因为你真的好适合喔 谢谢 谢谢 你知道这反差萌耶 这反差真的很萌 因为就是篮球员 然后就是 唱这么抒情的吧 而且又唱得很好 对阿 然后还会比爱心 只是会说谎 最近学会了 这个说谎 只是会说谎 这是很激恨 麦咖啡最讨厌人家说谎 其实后面又转调其实蛮高音的 然后一直在等会不会破 其实没有破 不会而且你知道 听到那个很舒服的一个地方 就是因为篮球员 所以肺活量啊什么 就是那个肺很足 所以他也是很大管的那种 欸 吴世宏 大管就是在这里 就听起来是顺畅 就是不会 没有东西少掉 很舒服很舒服 有这种疗愈的感觉 填满了我们的心窝 你的心窝在哪里 用什么 那真的是心窝 在哪里 可以用拳手 你是不是在讲A的 等一下 这个A的点是什么 我只是想说 因为我的心理 大师请开示 我的心理是可能 因为我是走一个很孤独 可以用拳头填满你的心窝吗 等一下 就死了 对啊 到底要怎么样 就我觉得很好听 其实就是 我本来的 因为我的心是很孤独的 我是孤独效应的 但是这个很填满很填满 对对对对 硬讲一个这样子 过关了吧 既然很A 我像心窝哪里A啊 我一起搞分我们在哪里A 我还是想用拳手填满他 好我们来下一个 专辑内 所以有一次 邀请韩国男团 Cross King 对 主唱李星来拍MV 太酷了吧 你的经纪人真的很厉害 好造喔 好造 我真的很感谢他们 真的 可以自己选吗 你如果说就是 我想要Angela Baby 没有 我没有想要选 可以找到这些人 我就 真的很猛耶 我真的觉得很厉害 那如果经纪人这样 下一张 下一个MV 有波多爷结衣 谁知道你要说波多爷结衣 他也没有他说什么 经纪人就说要拍MV 等一下有一个最近退休的 很红的那个女生叫什么名字 水菜里 谁啊 四个字的四个字的 四个字的 要问摄影师了 哈哈哈哈 摄影师知道 好 上远亚欣 上远亚依 上远亚依 上远亚依跟波多爷结衣 经纪人说你选一个跟你一起拍MV 就拍MV正常拍MV 这是什么慢歌 而且是撕裂心肺慢歌 所以你们会在床上护滚 然后拿那个枕头 这首歌就是爱到骨子里 对 然后就是会有很多就是 裸露永吻之类的画面 然后就是头要这样一直转一直转的那种 你会选哪一个 我都可以吧 都可以 男生也可以吗 男生也可以吗 要考虑一下 要啦一定要 老实啦 要考虑一下 好看我们是掉不出来了 对啊 真的 因为今天 请到那个李世音来拍MV 这首歌 应该 就叫这首歌 那时候找他来的第一次 跟国外的艺人合作 一起合作 我还教他唱我的歌 那他教我唱他的歌 他教我唱他的歌 感觉工作方式有没有不一样 我是觉得还好勒 可是我觉得他就是 还蛮惊艳的 因为那天太阳超好奇大 很热 对 很热 但是很好玩啦 整个当天很好玩 对啊对啊 那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好不好 好啊 这首歌 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 好饶舌 谢谢啊 LISTEN 邀请坏 我们喜欢上共同的颜色 喜欢大声的唱歌 喜欢大声的唱歌 我们都和这一样的可乐 还喜欢一起坐着 我没有想起再写着 我和你之间的每一刻 我在你的身边笑着 你和我这样是幸福的 把我们的过程 全写在这首歌 倾录着所有的喜怒 爱乐 把我们的快乐 全放在这首歌 分享快乐的时刻 我们喜欢上共同的颜色 我们喜欢上共同的颜色 喜欢大声的唱歌 我们喜欢上共同的颜色 我们都和这一样的可乐 还喜欢隐情挫折 我们用相机再写着 我和你之间的每一刻 我在你的身边笑着 你和我这样是幸福的 把我们的过程 全写在这首歌 进入着所有的喜怒爱乐 把我们的快乐 全放在这首歌 分享快乐的时刻 把我们的过程 全写在这首歌 进入着所有的喜怒爱乐 把我们的快乐 全放在这首歌 分享快乐的时刻 很甜的一首 而且观众说这首MV也超级可爱的 对对对 拍得也很泡泡的感觉 其实他人也很可爱 我们难得会有来宾 真的出现有一种单纯的感觉 单纯的大男生 很可爱真的超可爱 不过因为我们时间关系 我们最后就再问你一下 最近你有什么特殊的活动 想要跟粉丝分享的吗 最近吗 就是关注我的粉丝业 最重要是支持这张好听的专辑 对对 第二梦想的专辑 一定要支持一下 因为这里面的专辑 就真的都是很多 让人家听了心情会很好 很愉悦的歌曲 其实跟他本人一样 你看他整个人散发出 那种阳光一般的 很健康的一个气息 所以感觉真的很棒 可是今天我们知道 你今天带来最后一首歌 很特别 这首歌用很多比赛的画面 在呈现吗 是不是有点在讲说 你从球员转 歌手的一个转变的历程的感觉 对没错没错 其实就是用了很多 我之前最后的前几季吧 比赛的画面 然后跟现在转歌手的一个 大概连接的过程 然后其实看MV的话 其实还蛮特别 就会看到我以前打球的样子 跟现在歌手的样子 好可梦进化的感觉 对对对 然后这样抓几支 抓满啊 抓好抓满 对对 这还蛮特别 就是一个 一个 球员转歌手的呈现 那这个你应该自己看了 也会觉得 很有感触吧 会啊会啊 这个感觉真的很棒 那我们今天最后带来这首歌曲 心动 狂香曲 谢谢 就算困难再多 有你就能勇敢往前走 是你打开了天空 让我能飞过宇宙 是你每一个细胞 每一滴血液都为你歌颂 你是心跳的节奏 你的眉照亮着我 你是心中的灵魂 让困难的快乐 再一次呼吸到自由 你的话语让干枯的心 油温似泉流 你的温柔和你的温柔 温暖我 就算偶尔失落 就算困难再多 有你就能勇敢往前走 是你打开了天空 让我能飞过宇宙 身体里每一个细胞 每一滴血液都为你歌颂 你是心跳的节奏 你是心跳的节奏 你的眉照亮着我 你是心中的灵魂 让灿烂的天空 再一次呼吸到自由 是你打开了天空 是你打开了天空 让我能飞过宇宙 身体里每一个细胞 每一滴血液都为你歌颂 你是心跳的节奏 你的眉照亮着我 你是心中的灵魂 让灿烂的天空 再一次呼吸到自由 牵闷的天空 没有kus很 Baş目 谁能 gardens 我考作人 没关系我们一开始就发现了 回去就乘 你现在很不想下的通告 没有 没有被骂了 再两个小时吗 他的后面 在鏡頭那個內笑 是不是 可能是因為忘詞心虛 但是還是很可愛 可是其實我沒有在意到你的忘詞 我跟著你一起在熱心 完全沒有注意到 欸我真的覺得 你就是你後來 讓你選 上天讓你選擇來唱歌 真的是太好了 但是因為 因為啊 我們常常聽到歌手 中好聽的歌手 我們節目常常遇到 可是 你是裡面就是有 讓人家聽到你的歌聲的時候 會覺得有 一個正向的感覺 就是會被鼓勵 鼓舞的一個感覺的特質 就是真的蠻不一樣的 內心鼓手的靈魂 都被你逼出來了 剛才剛才說 那鼓手超賣力 旁邊那鼓手都在打耳朵 所以其實這個這樣子 聽這種歌聽完 如果我是 這個歌詞啊 我聽到你唱的時候 我也不會怪你 沒有道理怪你 因為我就整個太high了啊 而且心情 罵你就太沒人心了嘛 對不對 沒有 這樣好聽喔 而且就是那種 是那種心情到谷底 就是心情不好的時候 是會被帶起來的 是一個很有力量的聲音 真的很棒 謝謝你來唱歌 謝謝 謝謝 謝謝你們兩個 哇 最重要的 還是要支持這張厲害的專輯 第二夢想 也要支持師兄的寫真集龍 那當然啊 如果想要知道 所有他最新的訊息的話 都要馬上加入他的粉絲頁 鄭浩選 按讚好不好 鄭浩選的粉絲頁 如果你們沒有嫌棄的話 也是可以加入我們的粉絲頁 我們的粉絲頁也要啦 好不好 搞不好下次我們就約去打籃球 搞不好打籃球直播 搞不好 你確定他會跟你去打籃球 會吧 會啊 不然因為吳慎龍一起嘛 他剛剛說他一個打籃球 可以去閃閃啊對不對 好 新生好幾家見 跟大家亂約 好 那今天就是非常開心 就是好想來參加我們的節目 那最後呢 也要感謝我們的大乾爹 All Music贊助播出 希望乾爹你可以進去贊助我們100元 另外節目好不好 太好的節目喔 對 然後呢 另外就是大家也可以 就是follow我們 Music那些試的粉絲頁 當然還有我們的Instagram是 MU0414 哇 你做龍課背起來了 背起來了 太好了 在那個YouTube上面也有我們的專屬頻道 叫做麥卡貝音樂頻道 所以 我們節目的訊息 都可以在上面找到 明天就看得到重播了啦 今天沒有看到首播 明天看到重播了 今天還是一樣 非常謝謝好朋友來參加我們節目 謝謝 謝謝 那我們下個禮拜再見 掰掰 掰掰